车在路上走 故路的机会一定有 大家好 我是优年驾驶 这一集要和大家分享 这一年来 我们在路上所碰到的问题 和处理的经验 特别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 虽然是土法炼钢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碰到 会不会修理 有看有概念 在碰到类似的问题时 一定有帮助 好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记得按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关注FB粉丝页 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 有一次 我们在行经国道三号 南下32.5K10 我记得时速大概是90左右 胎压侦测器突然响了起来 不看不知道 看得吓一跳 右前轮的胎压 只剩下12磅 因为前轮是控制方向轮 所以在胎压不足 爆胎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猛踩刹车 有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翻覆非常的危险 如果各位在高速公路上 碰到车子异常 千万不要惊慌 先打方向灯 再路间停下来 再打双黄灯 放故障标志 那么故障标志到底要放多远呢 依照现行的规定 应该放在车后100公尺的地方 停好车之后 建议各位找个安全的地方 打给保险公司的道路救援服务 以我们的经验 在开放路间的路段停车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一定要先确保人身的安全 在这里有个经验分享 保险公司的联络电话 一定要放在车上某个角落 在交通事故中 手机可能会因为碰撞损坏 借别人的手机 里面是没有存这些联络电话的 保险公司的道路救援服务 会确认个人资料 车牌 确定是保护后 会传议者简讯教我们怎么做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 核对脱旧车辆的车牌 确定是保险公司派过来的 千万不要在开放路间的路段 自己换备胎 非常的危险 真根直接站立在车道上面 太危险了 我的车上路两年多来 都没有使用过备胎 加上台湾的道路救援 非常的方便 所以备胎位置被我换成车底水箱 比较实用 市面上有些车种已经直接取消备胎 改成搭配补胎工具了 回到当天的情况 原来我联系的保险公司 是准备派一台脱吊车过来 但是刚好有一台路过的脱吊车停的下来 跟我说这里是强制脱吊路段 一定要上他的车 因为怕后续出险会有纠纷 所以我再一次和保险公司确认 这里是强制脱吊路段 保险公司也把派车的车号 直接改成现场这台脱吊车的车牌 在这里中心的建议常常在路上跑 尤其是车铃比较大的车友 在投保汽车责任险的时候 加保无限里程脱吊服务 提醒各位在投保之前 要先确认货车能不能投保 货车载货要不要加价 最后跟各位分享脱旧服务费 在高速公路平托 它的费用是1500元 全载把车子整个上车 这样子要加价作业费900元 原则上只要是抱胎都建议全涨 这样子脱旧的费用就是2400元起跳 那么超过10公里的部分 每公里加收50元 那以这次为例 我们脱回竹北的维修厂 总共是70公里加了3000元 总共就是5400元 全额由保险公司负担 至于出险要准备哪些资料 保险公司会透过简讯通知 无需担心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 脱旧费要自己先垫付 而且只能用现金 因为我身上很少带现金 所以请司机在路过便利商店的时候暂停一下 利用台湾配的手机APP 无卡提款服务就能提款了 后续保险公司会退费到我们指定的银行账户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处理经验 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收看我们之前的另一部影片 进一步预防被脱旧车司机的画术欺骗 最后经过检查是轮胎的气嘴漏气 维修费连工代料 总共200元 希望看了这段影片的朋友 未来遇到类似的状况 可以按部就班 化险为宜 平安度过 各位观众 车在路上走 小毛病难免会有 这一次我们要维修的是前挡风玻璃 这一次出门我们发现前挡玻璃裂的一道长长的痕迹 而且越裂越长 前挡风玻璃的小裂痕 在夏天特别容易恶化 因为热胀冷缩 就会继续裂开 今天我们要试着土法链钢 在裂痕两端打孔消除硬力 看看能不能防止它继续裂下去 我准备在裂痕的终点这里 有没有 这里打一个小洞 让它硬力可以分散 不然它会一直往下裂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一次维修 我准备测试用两种工具 第一种 手持电钻 这个扭力蛮强的 但是呢 钻头我只有M3的 太粗了 所以我想先试试另一种 这个呢 是手持电钻 搭配DIY的锂电池 这一种三爪的夹头 就可以夹到很细的钻头 这个是两公里的钻头 直径两公里 这个裂痕本来只有这一小段 如果不理它的话呢 它会越来越长 现在已经变成 大概15公分 20公分了 挡风玻璃是由两层玻璃交合而成的 一般裂缝都是在外层 只要不影响视线 是可以继续开的 希望不要整个玻璃爆掉 这强化玻璃哦 它只要有一个裂痕 角落裂掉的话 可能会整个爆掉 这个孔刚好打在裂缝的末端 但是上面这个孔 各位 一打动的时候裂缝又开始往上了 现在这个是死马丹火马医 反正整片都要换掉了 哇 马上打了一个洞 前挡玻璃打动之后 继继续往下列 上面呢 继续往上走 竟然还转弯了 竟然还转弯了 看到没有 太好了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 换一片新的挡风玻璃了 提到车内用电 除了电池容量 负载能力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监控电量 简单的说 就是要更精准的监控 电池的电量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在车上安装了库仁剂 它的工作原理 是在电池的负极 连接一个分流器 用来监控电池 输出及输入的电流 不过 它只能监控流过的电流 对于电芯 放着不用 自己的电也会慢慢消失 这个叫自放电 这种它就没办法监控了 我们可以透过 校正归零预留缓充电量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原来的库仁剂 面板是为了它开孔的 但是因为它没有蓝牙连线功能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 没有办法掌握 充电用电的情形 所以我准备换一个彩色 有蓝牙功能的库仁剂 但是尺寸不同 塞不进去 哇 这个开孔差一点点 而且不锈钢板 根本没办法扩孔 非常不好处理 我的做法是 在前面用3D列印一个试板 然后用对夹的方式 把它固定住 有没有白铁板前后夹住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 我们设定库仁表的经验 我的车上是600AH的 磷酸体力电池 刚拿到电池的时候 先把它的电全部用完 用到电池保护板 启动保护 自动断电为止 才算用完 然后用0.3C以内的电流来充电 电池容量乘0.3 就是最大可充电电流 这个部分要跟卖电池的卖家 先确认 充保之后 如果库仁记上显示的容量 大于标称的容量 表示这是一颗足容的电池 我会保留5%的电量 也就是虽然是600AH 但是我设定成580AH 预留一点自放电的空间 在这样校正设定之后 就算库仁记显示1% 车上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换上了有蓝牙连线功能的库仁记后 在开车时就可以用手机来监看 目前太阳能还有行车发电的情形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目前行车充电加上太阳能 大概进占600W左右 电流42A 负电瓶还有89%的电量 还要1小时30分左右会充保 非常的清楚 以上就是我们车上电力系统监控的库仁记 使用的经验分享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遮光窗帘DIY 今天我们要维修 车内的遮光板 这个是副驾驶精心挑选的花色 现在要怎么改呢 我要把它改成黑色的 为什么 这个花布也有点脏了 用了快两年了 把它变成素色 对对对 把它两面都变成黑色 这样车内看起来一致性会更好 对对对 所以副驾驶准备了缝绳机 在车上直接加工 家庭级工厂 露营车级工厂的概念 好来开始 纯手工量身定做 完全单哦 完全单 副驾驶真的是太厉害了 车泊时的遮光很重要 除了低调车泊外 也防止外面的光线 影响车内休息 所以这一次我们准备改善 窗户的遮光 还有加装 遮光莲幕 车泊 OK完工 不过这边要加收纳也是可以 只是不需要到那么多收纳了 刚刚是特别补了这一块 对因为这一块突出来啊 会漏光 会突出来 然后做这个转折凹洞的时候 发现有点透光 所以再加了一块布上去 车了一块布上去 接下来的改装呢 是希望在海景第一排车泊时 遮光板拿下来 还有穿帘可以调整车内光线 除了能看风景之外 车内也保有隐私 负驾驶做女工的给西 不会比优娘驾驶修车的还少啊 这个叫做树叶有专功 白话一点讲 每个坑都很深 接下来我们到大创找材料 准备做车内的遮光帘幕 遇到五好地方 我会马上分享 按赞订阅让我们共同 这窗帘鬼带又黏的 刚开始很紧 可是过两个礼拜之后就松了 所以我准备打个洞 用螺丝来锁比较快 这个打穿要特别小心 怕里面有人气管线 看起来轨道上预留的孔不够 我们再加强一下 增加几颗螺丝会更稳定 装了拉帘之后 从外面就看不到车厢 再来吹住车冷气空间小 也会比较凉 侧滑门的拉帘 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模式 各位看 这个遮光效果非常好啊 但是如果帘幕的上下 都用轨道固定 要进出会非常不方便 卡卡的拉不动 所以在下方和接缝的地方 我们是用磁铁来固定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做法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里 希望您喜欢我们这次的企划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他维修经验就留待下次分享吧 期待透过分享交流 让大家都能平安上路 一路好走 在车博的路上 您有遇到过什么离奇的故障经验吗 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留言和我们分享吧 我是优娘驾驶 我们路上见 拜拜 by bwd6 I've been waiting on the pavement Lips love